我现在在广州 这是地铁站万胜为站 明天就是元旦了 今晚的人流量特别大 这一站 我准备乘地铁去步行街那边去吃饭 晚上还没有吃饭 需要在这排队进站 目测一下排队的人数 两三百人 终于到我了 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广州地铁的人流量 我需要从这边绕一个大弯才能乘车 这一站是四号线和八号线换场 估计还有五分钟我能上车 从地铁口进站到乘车预计十五分钟 终于快进站了 谁都有马 有马走遍天象了 我先过一下安检 安检在这 我一共是两个包 我一共是两个包 背包背上 刚才看了安检员 忙得都已经麻木了 面无表情 现在时间正好是七点十五 一共花了十分钟才进站的 这班列车太挤了 原来是始发站了 怪不得人流量这么大 我是从万胜围这一站坐到昌岗 换场二号线 然后到步行街 列车终于进站了 我准备上车了 空的 看来我有机会 找到座 这次我需要坐十五流站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座位 好了 到我这正好没坐了 看来我有点站着了 看这个时候一瞬间 全都坐满了 关门了 8号线这边没有电子屏幕 中间到哪站我就不报了 一会换场的时候 再报 发车了 下一站 新港东 海洋早 三秒三 The next station is 新港东 去往 广家会展馆A7的乘客 请准备 To zone A of the Canton Fair Complex 现在探个头 看看到哪儿了 这一站是赤港 基本上没人下车 这一站是中大 从门口看一下 一直是上车 基本上没人下车 这回车厢是越来越急了 关门了 发车了 发车了 终于到昌港了 坐了半个小时的地铁了 从这儿换乘二号线还有五分钟 到达步行街 换乘只能走楼梯了 二号线这边 人流院也特别大 到达二号线昌港 准备乘车了 这一站人流量也特别大 从这儿上车 没有座就站着吧 到达公园前 还有三四站 发车了 本次的车 公园前站终于到了 准备下车了 终于从公园前地铁站出来了 看一下我的手机 火锅的位置就在地铁旁边 大约走一百米左右 一会儿到店之后 再分享给大家 火锅店终于找到了 在对面是在光明广场的三楼 看一下下面 都是玩具 二层和三层 还有上面的几层都是美食 主题火锅 旋转火锅餐厅 排队的人这么多 爆满了 这边都在这排队呢 看来 两个小时之内我是吃不上饭了 全都在这排队 这是调料区 测温区 那边就是旋转火锅区 我看到菜了 这个菜不错 还有果汁 饮料 可惜排队时间太长了 两个小时 我现在先走了 吃点别的 火锅排队时间太久 先在旁边 吃鱼米线吧 这是古法的鱼豹 还不是鲍鱼 在这点餐 然后进去 就在火锅的对面 是一家鱼米线 鱼米线 这是招牌的 石锅 载宝 鱼面 鲍鱼 是鱼豹 鲍鱼和鱼豹 是有区别的 这是它 压制的手法 我点的是 古法的鱼豹米线 还有一个蔬菜沙拉 大四喜 大五福 大三元的 都有 我就点了两样 先吃着吧 我的菜上齐了 古法鱼豹米线 还有鱼籽沙拉 一共是39块钱 这个沙拉是10块钱 看上面都是鱼籽 我先尝尝这鱼籽 这么一大口 嗯 嚼起来 咖啵脆 好吃 先吃这米线了 米线里面有玉米 有鱼籽 香菜 这是米线 这就是鱼豹 不是鲍鱼啊 鱼豹 鲍鱼倒过来写鱼豹 重点 吃这个鱼豹 看 仿佛是在吃鱼卷啊 这个鱼卷成了卷 咬开了 外面包的是皮 里面是鱼肉的馅 为什么叫鱼豹 应该是一种做法 好吃啊 玉米 还有海菜 加完胡椒粉 这鱼才鲜 还有一样调料 我突然发现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 上面写的是纯鱼露 什么是鱼露啊 提鲜的 不知道是不是色拉油啊 哎呦 我就低了一点啊 大家看见了 低了一点尝尝 看这个提鲜的路怎么样 嗯 胡椒粉味特别浓 好吃 好吃 尤其是这个汤 应该多喝点汤 香浓的鱼汤 特别的清淡 加上鲜菜 加上这个香菜 特别的鲜 嗯 完美 嗯 不得不说 这加了胡椒粉的鲜 特别好吃 味道特别的鲜 正好明天就元旦了 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行我先慢慢吃着 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 结束了 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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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